清點蒸漏水生理食鹽水 就怕庫存不夠病患使用 近期生產國內近七成 輸液用的永豐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因嚴重違規遭勒令停業 導致國內多家醫療院所出現 輸液藥品吃緊狀況 嚴重 嚴重情況就是醫院開刀受影響 以新光醫院為例 小包裝五百莫充洗 用蒸漏水及生理食鹽水 強健於護理站與門診 又難幫病患傷口患藥使用 目前院方僅剩一週量 也就是四百瓶左右 恐怕將優先缺貨 另外大包裝兩千莫生理食鹽水 一般用在開刀房檢查室 一週用量一百六十到兩百袋左右 庫存也只剩下兩到三週 就擔心病患全疫受損 院方緊急與替代藥廠簽約 並趕緊下單 更希望食藥署能有所作為 以協調國產藥廠 增加生產替代藥品 對於有短缺疑慮的藥品 已經公開徵求專案輸入或製造 而且目前陸續已經有廠商提出申請 輸業藥品缺貨首當其衝 就是住院開刀病患 食藥署得上井發條 盡快找到替代廠商 才能解決燃眉之急 三地熊 王一軒 羅佩玉台北 採訪報導